美國這次的總統大決 全世界都在關注 因為關注的最主要的焦點 當然就在川普身上 川普的行徑跟做事的風格來說 真的是很瘋狂 當然他養了一批鋼鐵穿粉在那邊 但現在這時候 也有一群黑川大軍 他們現在是鋼鐵穿粉跟黑川大軍 他們之戰 看到20天後誰勝誰負了 這次美國大選真的已經 雙方對決到非常的激烈 短兵相接 現在就是鋼鐵穿粉對上 黑川大軍 怎麼說 當兩邊在對壘的時候 真的穿粉出征 真是寸草不生 而且幾乎是喊到 讓拜登的場子根本講不下去 中斷他的演說 然後整個不斷的鬧場 鬧到最後 連拜登他自己都受不了了 還說謝謝你們的介紹 然後走人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場子已經被穿粉 已經弄到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繼續下去 鋼鐵穿粉居然這麼的瘋狂 這麼不理性 對 鋼鐵穿粉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而且穿粉他不是只有在美國本土 他連海外都還有很多 沒有投票權 可是他就是穿粉 包括什麼 包括印度 有人也非常喜歡川普 喜歡到在家裡幫他塑像 因為之前川普得了 就是新冠肺炎的時候 印度的38歲的先生 他非常擔心 在家裡面就塑了一個川普的像 然後每天幫他祈禱 歸在那邊 而且他的祈禱是什麼 他用爵食祈禱 不吃不喝 來幫川普 祷告說趕快痊癒 結果川普身體還沒有好 他自己就心臟病皺視 結果真的 就因為這樣就死掉了 非常的瘋狂 可是川普本人 他以戰力十足 他到處得罪人 包括什麼 包括連美國人最愛看的NBA 他都得罪光了 怎麼說 不是NBA的胡人隊跟邁阿密的 熱火隊在打總冠軍 最後胡人隊贏了嗎 這時候贏了之後 很多普天同慶 包括歐巴馬 都為胡人隊的獻上賀禮 可是這時候川普居然說了 說了NBA這個收視率的暴跌 應該都是一堆大陸的人在收看的 所以收視率就變不好了 總冠軍在開打的時候 他就說了 說詹皇他是最惡劣的仇恨者 是民主黨最惡劣帶的人 他這樣子公開 非常難聽在嗆 而且你知道詹皇 其實在胡人隊的粉絲很多 光詹皇的粉絲就不得了了 詹皇光個人 在推特上面的追蹤者粉絲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粉絲總數高達 4799萬 將近4800萬的粉絲大軍 是詹皇的追隨者 好 你說的 這個還有國外的 還有外國的 我們扣一半也有2300萬 再抓到10分之1的話 將近10分之1如果說是美國人 喜歡詹皇的話 他大概至少有快500萬的粉絲 可是川普他在意 他不在意 他照樣開嗆 照樣開罵 這個整個他國內情勢 已經是崩離得那麼嚴重了 可是國外國外也很慘 為什麼 包括北韓之前跟川普 金正恩跟川普不是兩個人 非常抹躁 寫新來寫英劇 還見了很多字面 結果現在美國在選舉 北韓那邊的動作也出來了 他們就準備做了一個什麼 做了一個勞動長75年大閱兵 而且這閱兵不得了 出來之後全世界下翻了 為什麼 因為他這次展示了是 他擁有全世界最長的 洲際彈道飛彈 發射車變成到22輪的發射車 所以說這一次真的是 金正恩他這次也是出重本 等於之前美國希望 北韓能夠廢核 搞到最後根本打臉川普 對 因為之前朝鮮永和的問題 現在根本因為選舉無暇去管 既然你們打選在無暇管 我就來大搞特搞 好 居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川普他現在在做什麼 先不是在南海地區 就是在大陸南海地方 就做了一個大的軍營 叫勇敢之盾 好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勇敢之盾的軍演 也是非常多航空母艦 在那邊做操練 可是這一次非常耐能巡迴事 他做了一個 叫做大規模傷兵演練 就是模擬了受到反擊之後 大量傷兵 然後出現在船艦上 所以看到他甲板上 非常多的傷兵 單架 醫護兵 統統都出來了 表示說怎麼要告訴我 你看照片都已經PO出來 讓大家看到這訊息 對 他就是模擬 當戰爭開始的時候 有美軍有傷亡情況的時候 要怎麼樣來救助 在這個地方做這樣的演習 其實暗示意味非常濃厚 就是我已經準備好了 要跟你開戰那種感覺 是非常恐怖的 好 居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台灣也捲到了 這一風波裡面 為什麼 因為川普他這一次 有對台軍售七項裡面 他已經批准三項了 等國會同意就可以賣了 這一次他對台灣出售攻擊型武器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當然不得了 所以中國島在這邊開始 又再有新的一波動作 就是做到預計 就在福建的漳州古雷半島海域 他要進行什麼 實彈的演習 實彈演習在古雷海域 好像聽起來沒什麼感覺 可是你知道這個地方 最近離金門最近的海域 大概只有71公里 這麼近的距離 台北到新竹而已 台北到新竹 台北到新竹是到桃園 到桃園 對 如果你這個實彈 稍微轉個角度 多個一兩度 可能就到金門 所以在一個插槍走的話 他隨時分分鐘的火炮就到金門 現在我們看到 再次目前的話 中國大陸他在這兩天 還公布了台碟案 但是中國大陸說 台灣的間諜在中國大陸 可是有上百人 沒有經過查證 就把這些東西給公布出來 但是剛剛我們也聽到訊息說 現在目前在金門的附近 海域71公里 要進行實彈演練 可是我們台灣要怎麼對應 我們台灣說 我們把教招 從8年延長到15年 但你還記得上禮拜的 一個民調數字 年輕人18歲到20歲 說要上戰場去打仗的 有高達90%的人 但茗玉 我們卻發現一件事情 我把教招時間延長之後 如果說明後天真的開戰了 結果真正上戰場的人 居然不是那些年輕人 對 所以這可見就是兩岸 大家都不想要有戰爭的氛圍 我們先從台灣間諜案開始 這次央視其實是滿罕見的 再播出了三天的台灣間諜專題 前兩天我們看到的 他第一天播的是 一個屏東訪窯的顧問 叫做李孟居 第二個就是說號稱 號稱是民進黨前主席 卓榮泰的助理 叫做鄭宇欽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個 當然我要先講 卓榮泰已經否認了 他說他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更遑論說是助理 我們來看這兩個案子共同的特色 就是說央視把這兩個人找來 然後就錄了一段影片 他們就是在裡面 套一句台灣的話 就是說是被認罪 他們就是講一些就是說 好 我做了一些 對祖國不利的事情 這傷害祖國的事情 但是你從台灣民眾的眼裡來看 這種就是被認罪 因為你沒有拿出更多的事實出來 包括你就說鄭宇欽 他是在什麼捷克 射典 這個要意圖策反 中共的 中國的一些人士 來進行策反 問題是你也沒有任何的證據 我覺得對台灣民眾來講 這個是滿難以招攻性的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你要指控更多的 台灣間諜 你應該要拿出更多的證據來 我覺得這個才能讓民眾來信服 另外就我們也認為說 你這個江氏這次罕見聯播三天 而且還傳出說北京當局 就要求大學生跟這些員工都要看 甚至你還要寫一些報告 可是你對台灣民眾來講 你這樣的做法 你先是要製造一種 那種仇台的情緒嗎 尤其剛剛立剛哥有講說 講說有上百起的台灣間諜 你不是意思就講到說 我們的台灣間諜更是數以萬計 然後被你抓到上百起 你這樣子聯播三天 還不一定大家要看 你看了三天之後 你說大陸的民眾不會覺得說 天啊 我現在身邊的台胞 台商 台生 通通滿地都是間諜嗎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會 真的太誇張了 你會不會製造這樣子的氛圍 所以我真的很奉勸說 這個大陸不是一天到晚在講 兩岸一家親 事實上真的這種仇台的氛圍 我認為說是沒必要 再來你就說 對台灣來講 你這個就叫做文工 你還有武鶴 武鶴譬如說剛剛齊悅也有講到說 這個在福建這幾天要進行實彈的演練 而且這個距離非常的近 距離金門就71公里 這個當然大家擔心之後是擦槍走火 你再加上說這兩天又軍機兩度的 進入台灣的西南空域 這個對台灣來講就是所謂的武鶴 當然我們就很不希望說是 會有擦槍走火 造成兩岸開第一槍的一個理由 可是問題是說你這個文工再加上武鶴 你當然說台灣要怎麼樣應對 變成說我們自己的應對方式 譬如說國防部最近就有 傳出一個消息 就說這個叫招的退五年限 要從八年延長到15年 甚至昨天還傳出來 還要延長到17年 更誇張是說 要根本就直接取消年限 要到了六七十歲還得去叫招 對 這有可能 立剛哥年有可能要被叫招 但是國防部經有出來澄清 就說有關於取消年限的時間點 還要再研議 但是你說叫招 叫招取消年限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 包括有些人 有些專家都會認為說 你真的靠叫招是不是足以 就能夠來加強我們 國軍後備的戰力 這個是大家是打仗一個問號 另外其實像軍事專家 林玉芳 他這幾天就有在講 他說其實台灣為什麼 要恢復這樣子的叫招 其實是給美國人看的 因為美國人會認為說 如果說你兩岸開戰 你不能老是只靠美國 要來協防台灣 你自己是不是 台灣也要拿出一點誠意出來 因為台灣現在是 真木製並行 可是他認為說你台灣還是應該 是不是要甚至要恢復到 全面徵兵 會有這樣子的氛圍 你講到叫招 你講到叫招 最近我身邊有一些記者年輕朋友 他們最近要被叫招 大家都替他們擔心 因為今年是號稱 史上最硬的叫招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記者都 回到部隊被超死 對 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 同業朋友 我們都賦予祝福的眼光 你說如果叫招不夠 還要恢復全面徵兵 我們來看 就是剛剛提到說 前幾天的民調 就有講到說 最有可能被 如果徵兵的話 18到19歲的這個年齡層 他們對於徵兵制是87% 是反對的 是反對87高達快9成 是全面反對的 然後20到29歲這個年齡層 也超過6成 66.5的人是反對的 所以你說真的講到徵兵 這些包括最有可能 恢復徵兵的這個年齡層 他們反而都是反對的 對 代表說 大家根本就不願意上戰場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兩岸 現在如果說大家很擔心 這個衝突一併即發 所以以這樣的氛圍來講 還是走向和平 維持和平的一個方式 是目前符合大家的期望